自新冠疫情从2019年爆发以来 至今已夺走了400多万人的生命 全球也因这疫情而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新冠疫情可以堪称人类近代史上 波及最广的公共卫生危机 是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 当然随着一年多的过去后 世界也开始进入了后疫情时代 各地政府的抗疫政策方针 也逐渐从消灭病毒转向成 学习与病毒共存 而这也是目前马来西亚政府主导的抗疫政策方向 为了要达到与病毒共存的目标 接种疫苗便成为了其至关性的因素 甚至也成为了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各地政府 在颁布各种政策的时候的指标性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目前的马来西亚 人民只有完全接种了疫苗 才可以进行如糖食、购物、化粥 甚至是到办公室上班等 在疫情之前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的活动 这也是被广大群众视为常态化 绝大部分人都认可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 但是正当大家都把施打疫苗看作为生活常态化之际 你又是否知道 其实在马来西亚存在着这么一群人 即便目前在马来西亚已经到了只有接种了疫苗 才有资格拥有自由的这一种社会形态 他们还是不愿意接种疫苗 甚至不惜直接和政府开战 采取各种手段去维护他们拒绝接种疫苗的权利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上几个月就有三位拒绝接种疫苗的年轻人到警局报案 控诉政府的疫苗政策 前两周新任卫生部长凯里更是直接在公开场合上 向不愿接种疫苗的公众下战书 容佛苏丹陛下在前几个月更是直接召见州内所有拒绝接种疫苗的公务员 当场对他们训话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拒绝接种疫苗者 这一群占据全马总人口500分别的群众 其实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受歧视的一群人 但不知道大家又是否思考过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机还会有人不愿意接种疫苗呢 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 他们的理由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据 他们的理据又是否正确呢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平行空间 一起以不同的角度带领大家深入探讨这个非常重要 但却被许多人忽略的社会议题 对于绝大部分不愿意接种疫苗者而言 除了因为自身身体情况不允许接种之外 这一群人拒绝接种疫苗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目前市面上所有疫苗的安全性 也不相信政府以及各大药厂所提供的数据 那问题来了 即使目前世界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为什么这一群人还是不愿意相信疫苗的安全性呢 他们不相信的缘由又是什么 理据又从哪里来 而这一切其实都与历史离不开关系 回顾人类的医学时 一款疫苗从开始的研发工作 一直到获得批准投入使用的过程中 一般是需要耗费10年以上的时间 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目前来说很多疫苗的研发工作 都能够缩短到10年之内 比如广为人知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研发工作 就仅耗时5年的时间 流行性塞线年的疫苗研发工作 甚至仅仅耗时4年就完成了 是新冠疫情爆发前 研发速度最快的疫苗 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新冠疫情前 即便是最快的疫苗研发工作 也需要耗时4年的时间 因此拒绝接种疫苗者 对仅仅使用了一年的时间 来研发的新冠疫苗 产生担忧和质疑的心态 其实也并非空虚来风的理据 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定的合理性 但就如刚刚所提到的 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口 接种了疫苗 疫苗的安全性也在这世界半数的人口中 得到了展现 这点其实也是他们所知晓的 但话虽如此说 其实对于拒绝接种疫苗者来说 除了安全性隐忧之外 还有一个更深刺的原因 使他们拒绝接种 那就是有关人权和自由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会认为当今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各地政府 为了达成群体免疫的一个目标 采取各种措施强迫人民接种疫苗 甚至对于不愿意接种者 采取了强硬手段 是一种违反人权的举动 更直白的说 他们认为在群体利益面前 剥夺人民选择的自由是不合理的 更是侵犯人权的举措 那他们这样的理据又是否正确呢 毫无疑问 人类在正常的情况底下 是绝对拥有自由决定 是否要接种任何疫苗的权利 如婴儿在出生的时候 父母就有权利决定 是否要让孩子接种相关的疫苗 然而与婴儿出生 或其他类似情况不同的是 在疫情目前还属于危急阶段的情况底下 疫苗接种与否实际上 是与群体利益相互划钩的 而个人自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往往都是必须让步于群体利益 否则公共卫生危机就无法被解决 那么作为当今疫情下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又应该如何衡量政府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达成应该牺牲个人自由 以换取群体利益的这一个标准呢 对于这个答案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国就已经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世纪时期的美国 19世纪末世界爆发了规模堪比今天新冠疫情 甚至更为严重的天花病毒 世界各国都受到了难你想象的祸害 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 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在天花病毒疫苗面世之后 颁布了法律强制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民 都必须接种疫苗 否则将面临被罚款的风险 但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却引来了许多人民的不满 其中就包括了一位名为Jacobson的牧师 这位牧师基于本身不太相信疫苗的安全性 更不相信疫苗能够遏制疫情的蔓延 所以认为美国政府的这项政策实际上是侵犯了他的权利 所以他就将政府控上了法庭 这一起案件就是著名的Jacobson v Massachusetts案件 在这一起法院案件中虽然Jacobson牧师最终败诉 其发生的年份距离我们也比较遥远 但他却为生活在疫情时代的我们提供了非常值得参考的经验 因为案件最终判词明文规定了 政府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由 而剥夺个人自由的标准 这与我们目前正在面对的情况有着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判词中写道 政府等类似机构在以群体利益为名去剥夺个人自由前 必须考量以下的四个标准 它们分别是必要性、合理性、对称性和最为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其手段并不能伤害到个人 而将这个标准放在目前我们正在面对的情况下 其实就可以很好地看到 目前政府强制人民接种疫苗的这一个举措 按照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判词中最后一点有说明 政府在强制人民接种疫苗的过程中 并不能伤害到个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速度确实不符合正常的程序 但随着接种率不断的提升 疫苗的安全性也开始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而且人民也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就可以完成接种 甚至连接种疫苗也是免费的 这又怎么会伤害到个人呢? 所以综上所述 以现阶段来说 除非有更多的数据证明了 所有市面上使用的新冠疫苗存在重大的安全隐忧 或政府在强制人民施打疫苗的过程中 出现了不人道危害个人安全的情况 否则政府所有的举措都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的 按照历史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情况也非常符合 Jacobson v Massachusetts案件的标准 那说到这里 无论你是否认同我们本期节目的观点 无论你是否支持政府采取强制手段 要求人民接种疫苗 又或者你还是对疫苗保有顾虑 甚至还是反对接种疫苗 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观点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到 我们都是这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下的受害者 同为受害者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彼此对于疫苗的信任和怀疑 而分化彼此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 我们才应该更加的具备同理心 互相理解 互相体谅彼此的担忧 虽然按照以上的分析来看 政府在目前确实拥有强制人民施打疫苗的理据 但这不代表政府可以无条件地行使这个权利 甚至特意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不便 与其和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民开战 甚至不排除未来会采取法律手段对付他们 倒不如想办法如何解决他们的担忧 让他们毫无顾虑地接种疫苗 让他们放下对疫苗的恐惧 这样不是更好吗 无论您是谁 拥有着什么样的身份 请各位记得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病毒 不是彼此 疫苗只是抗疫的其中一个方法 而不是分化彼此的隔膜 要战胜这一场病毒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快地恢复疫情前正常的生活 我们才能够更快地恢复